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米 看到我手中這一欄就知道 今天的主題就是 空空賞 那其實我之前大概都是一年拍一支空空賞 那後來我大概從去年開始就發現 空空賞其實 影片會拉的比較長 然後東西真的太多了 沒有辦法講得比較細 或是講到多一點我的心得 所以呢,我大概在上半年最近 欄子快要滿的時候 我就想說那我就以後分成上下半年 好了,因為其實這邊啊 加一加大概也有三十來樣東西 其實也不少 所以這次就先來跟你們分享 我上半年度的空空賞有哪些東西 OK,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一定要來分享的就是 我的愛妮威亞的保濕深層眼部卸妝衣 光是上半年呢 我就已經用掉四瓶了 可見我的用量有多兇 那其實除了我平常的眼唇卸妝之外啊 我常常因為要試一些唇彩眼妝 所以眼唇卸妝衣就是 用量還滿大的 那在我用過這麼多品牌下來 我還是最喜歡他們家的這個牌子 就是開架來說 因為它用起來我覺得是相對清爽 但是卸除力也不會到太差的 因為我不適合喜歡卸完眼妝唇妝 會有那種很油膩的感覺 它是不會的 所以我到現在依舊持續回購中 如果你你是我頻道的老觀眾的話 其實就知道這評估已經分享過非常多次 你們可能也看到已經爛掉了 但是如果是新觀眾的話 你也是想嘗試眼唇卸妝的話 這瓶我覺得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但是雖然我這麼喜歡啊 我還是有上網查一下 大家對於這瓶的副瓶有什麼 小部分人反應說用了它會熏眼的狀況 那我覺得熏眼其實還滿主觀的 所以還是跟你們做分享 就是有些人會有這個狀況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它雖然寫的是眼部卸妝液 但是它的眼唇都可以正常卸的 像我前陣子發的Maybelline那支霧感液態唇膏 很多人反應說很難卸 但是其實用這個眼唇卸妝衣 就可以卸得非常的乾淨了 再來第二樣也是尼瑋亞的是 保濕控油深層卸妝水 那我其實在夏天 或者是有時候我比較懶得要做乳化動作的時候 我就會用卸妝水 那這一個他們之前有出保濕控油 跟另外一個是粉紅色瓶裝的什麼亮白 那瓶我還沒用完 我先用完這瓶 那其實那時候他們是找我合作文章 我兩瓶用了之後呢 其實我私心是比較喜歡這一款 因為它用完的那種保濕力會比較明顯 雖然它是控油 我是沒有特別感受到控油效果啦 但是我覺得它保濕力是還不錯的 然後這瓶它是無香料 無酒精無色素 就是用起來還蠻溫和的 也不太熏眼 不過呢以它的卸除力來說 我不會拿它來卸眼跟唇 我會直接拿來卸底妝 或者是非常非常淡 像眼影眉毛這種眼妝 因為很多人反應說它的卸除力不好 可是我覺得卸妝水本來就不可能達到卸妝油 或者是眼唇卸妝那樣的卸妝力 所以我就是只會拿它來卸底妝 那我底妝卸完的感受我覺得是還OK的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看看 那如果你想要的是卸除力更好一點的卸妝水的話 可以參考我最近有分享一個 L'OREAL的深層極淨卸妝 所以我覺得它的卸除力就會比這瓶更優秀一些 再來第三樣跟第四樣一起講 就是也被我介紹到爛掉的早安面膜 那黃色包裝這個是一般型 然後白色的這個包裝是美白型 那一般型呢其實我之前分享過非常多次 它就是早安面膜系列中賣的最好的一款 然後它算是如果以膚質來說 我覺得它會比較適合中性肌到偏乾肌膚 那如果你今天是比較混合性肌膚 或是比較容易出油的話 你可以買他們家綠色的清爽款 我覺得用起來它的清爽效果是更好的 但是如果你比較怕一些很涼感刺激的話 就不要買早安面膜 因為它敷完是會有那種涼涼的感覺的 但是如果你是喜歡那種涼涼的 然後你想要敷完之後快速可以讓底妝更貼的話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用早安面膜來加強保濕的 那另外這個美白型呢 我不知道台灣現在還有沒有買這款 我那時候是在台中的atcosme買的 那美白型我老實說 我覺得美白效果感受不出來 就算敷完一整盒 你也不會覺得喔我有變白 所以其實你還是買他們家最經典的黃色或綠色 我覺得就很好用了 就是不要想從這個東西追求到什麼美白效果 我覺得是普普通通 但是它的味道倒是滿療癒真的 因為它這個美白型的味道有點像是水果優格 就是有點帶甜甜的香味 那這一個的話呢 就是酪梨 然後是比較偏 怎麼講 薄荷一點的香味 再來下一樣呢 也是Savorino的快乾護髮噴霧 那其實這個東西算是比較冷門一點 但是我那時候在光Thomas的時候看到 我說欸好酷喔 可以讓頭髮快乾 就是比較快吹頭髮會乾 就是還蠻吸引我的 因為我有時候覺得噢吹頭髮吹吹又開始流汗 就覺得噢我好像又要再洗一次澡的那種感覺 很不舒服 我就買回去用看看 那它其實做的是這種噴霧狀的設計 你在頭髮半乾的時候 然後你噴在你的頭皮的地方 那它因為裡面加了一些乙唇啊加米 就是算酒精類的 類似酒精的東西 所以會讓你的頭髮水分比較快被帶走 然後你在噴的時候你會很明顯的聞到 它是有一個淡淡的那種薄荷果香味 至於它有沒有讓頭髮比較快乾呢 我自己覺得是還好 就是可能就是差那一兩分鐘的差別 沒有到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這個是不會再回購 它就是一個我覺得還蠻有噱頭的東西啦 但是如果你不喜歡酒精味的話 千萬不要買它 因為它其實噴完的時候酒精味是還蠻重的 那護髮效果的話我覺得也還好 比起那種直接護髮的東西 這個護髮能力也很有限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我覺得 買來有趣玩玩還OK 但是真的要達到很好 很有效的效果的話我覺得是普普通通 再來下一樣呢 是理膚保水的溫泉舒緩噴液 那這個裡面主要成分就是溫泉水 那本來它設計呢 主要是拿來讓人家曬後降溫 或者是在敏感或是醫美之後 就是你比較溫和的一個化妝水 那我自己是拿來當作噴霧型的層間使用的化妝水 因為它對我來說 晚上的保濕效果不夠 但是白天有時候你可能求一個快速方便 你就大概距離臉20到30公分的時候 噴全臉 然後你讓它稍微吸收之後 你就可以使用你後續的一些妝前保養產品 那我覺得它用起來算是還蠻溫和的 沒有任何敏感的狀況 那有些人可能上妝一段時間 會浮粉脫妝的話 你也可以稍微噴一點點這個溫泉舒緩噴液 然後你去當作補妝的保濕噴霧 或者是你隨時補充臉上的水分 因為它的水霧還算蠻細的 但它的價格我覺得不算太便宜 因為它這瓶150ml要到600塊 那我後面等一下會介紹一個我覺得更 稍微評價一點的選擇 接著還是理膚保水的產品 是全護清闖防曬噴霧 那它的防曬係數有做到SPF50 PA4個加 那其實理膚保水他們家的防曬有效是大家都知道 然後也很多皮膚科醫師認可的嘛 然後這瓶那時候我買來主要是想要補防曬 尤其是補臉部的防曬 這瓶算是我用過我覺得臉部防曬最好用的一罐 防曬噴霧 然後加上它的防曬係數又比較好 所以對臉就是來說是更OK的 但是如果你不喜歡香味的話 這瓶它其實會有一個 就是你如果不小心噴有點多的話 它的味道其實是還蠻重的 所以盡量大家不要在密閉的 譬如說車內啊或是密閉空間內噴 會有一點點太...味道太重 然後還有一個缺點就是 它這小小的一罐其實我們要900塊 所以價格是不是到非常可愛的 而且防曬噴霧很快就用完了 所以我會建議你如果想要買的話 就是補臉部就好 身體的話可以用其他的產品 好那身體的補防曬呢 我用的就是這個曬可惜的高效防曬噴霧 它有出很多就是有白色、藍色、粉紅色 粉紅色是有香味的 藍色是防水的 那日常用的話其實白色這罐買這個就可以了 它的單價就可愛許多 像這一瓶60克它好像才... 欸50克它好像才200多吧 買一個禮膚包所以你可以買到4瓶這個 所以價格價差其實是還蠻大的 所以身體的補防曬的話 我都會買曬可惜他們家的 好那我剛剛說禮膚保水的替代品 就是這個bios的神奇生物噴霧水嫩Q彈配方 那它的名稱還蠻特別 叫做神奇生物噴霧 其實它主要就是有一些獨家的能量科技 那它最大的特色是它裡面添加了豐富的礦物元素 然後還有非常少量的鹽 所以保濕效果是很不錯的 那我自己使用起來 其實我最喜歡的是它的噴霧的氣質度 它乍汗之下噴頭好像很普通 但是其實它噴出來的霧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細 甚至有比禮膚保水更細一點的感覺 然後我用完禮膚保水那罐之後呢 我是改用這瓶來在上妝前使用 那這個還有一個好處是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比如說美妝蛋想要沾實 或是你刷具稍微想要沾實一點上妝的話 你有時候直接沾水可能很難控制那個量 我就會稍微用這個去噴刷具或是美妝蛋 增加一點點它的保濕度 就是它的小加分用法 這瓶我覺得它的價格就比較可愛 這瓶是... 把瓶子弄倒 這瓶是300塊吧 就是比禮膚保水那瓶價格大概便宜一半左右 對 再來下一樣呢 是我私心非常喜歡的一樣產品 是... 柯蘭絲的超級精華黃金雙激脆 它其實用量還蠻省的 所以當我用完的那一刻 我是非常開心 覺得很有成就感 那它主要的特色啊 其實是裡面有21種抗老脂脆 然後它你看 它的包裝很特別是外面有個透明的嘛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小管身 那其實裡面是油外面是 它是油水雙混合的質地 所以你擠出來的時候 它其實是混在一起的 但是很多人聽到油就會覺得 會不會很油膩 或是不適合偏油性的膚 不會 我跟你說 它真的是我史上用過 我覺得有油份的精華裡頭 是最好吸收 然後最清爽的 而且它其實是不限季節使用 我一年自己用它都沒有什麼問題 那它用起來感受啊 就是如果你今天皮膚狀況不錯的話 我覺得它就可以很好的維持你良好的膚況 那如果你今天皮膚狀況比較差的話 它甚至可以有改善膚況的效果 那除此之外 我也還蠻喜歡它的味道 它的味道是 因為它都是直萃嘛 所以它味道是很天然療癒的香味 不過呢 真的要說有個缺點的話就是 其實它用到最後 你看我還有剩一點點 我真的是急到不行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把它拆開來 把它全部的用乾淨 就是如果你們有人知道怎麼樣把它 徹底的用乾淨的話 可以告訴我 因為我覺得 喔 剩一點點真的好想把它用完 好 接下來幾樣會是開架的產品 首先是這個 MENEN蜜濃的索水起椰慕斯 這個品牌呢 其實在日本之前就非常的紅 我之前去日本的時候 也有看到 它常常會出現在 譬如說 COSME的什麼 第一名啊 第二名的那種排行榜 那台灣是 好像是去年的時候 現在在台灣也可以直接買得到了 那因為你們知道我本來就是一個很喜歡用洗鹽慕斯的人 所以我就會 除了我本身喜歡的品牌 我會陸續去嘗試不同品牌來比較好不好用 那MENEN這個品牌 他們一開始出發點就是 希望設計給敏弱乾燥機的人使用 所以他們家產品都是非常溫和 不添加酒精啊 色素啊 香料這些添加物 那這個洗鹽慕斯呢 其實我覺得它算是 還蠻好用的 不過MENEN其實以開架來說 它的價位並不算是 太可愛 所以可能不會是很多人的第一選擇 那我後面會介紹一個 我覺得用起來效果 不會擦到太多 但是更便宜一點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 非常容易敏感的話 真的可以嘗試看看他們家的保養品 因為他們家的保養系列的東西 真的都是非常的溫和 然後完全沒有任何的香味 另外一樣MENEN的產品是這個 風潤保濕乳液 這品也是他們家的明星商品 我記得好像就是 我第一次看到它被吸引到 就是這瓶乳液它是什麼cosme 16年還17年大賞的第一名 那這瓶乳液呢 如果跟剛剛那個洗鹽慕斯比起來 我覺得它更值得入手 因為很多人可能不會用到雙類產品 那你可能想要在夜間用個簡單的乳液保養的話 這瓶我覺得就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然後它是100克 台灣好像大概賣800塊吧 雖然也沒有到開架的一些產品那麼便宜 可是它用起來真的就是很溫和 然後很乾淨 怎麼這樣 就是很天然的感覺 沒有任何什麼額外的添加物 用起來就是沒有味道 然後舒舒服服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皮膚比較敏感的話 你不妨可以嘗試看看 MENEN他們家的系列 OK 那我剛剛說 MENEN洗鹽慕斯的替代品 就是這個 Chifre的 泡洗鹽吧 對 它叫泡洗鹽 它有180克 這一瓶我記得才100多塊吧 我忘了是180還是129 總之就是非常便宜的價格 然後如果你在週末七七折入手的話 就更便宜了 而且它的泡沫洗出來也是還蠻空盈的 然後洗起來效果也是很溫和 因為它其實 Chifre他們家也是主打 就是不添加酒精色素香料等等 所以如果你的預算沒有那麼多的話 這瓶請大家可以就是留意一下 可以囤貨 這個我逛好幾次都沒有看到貨 就是架上都是空的 就是我只要看到我就會買回來用 好再來還是分享一個洗鹽產品 是這個Bifesta的抗暗沉碳酸泡洗鹽 這瓶其實我自己也非常非常的喜歡 它好像有出很多款不同的顏色 反正我那時候是選了這個 那這瓶泡洗鹽啊 它裡面是高壓濃密泡沫 所以那個泡沫真的是有夠無敵濃的濃到 就是你手這樣反過來 它也不會滴下來 就是非常非常的濃稠 所以如果你很喜歡那種很濃稠泡泡洗臉的感覺的話 就是推薦這一瓶就對了 然後它裡面有添加玻尿酸保濕 所以你洗完之後你臉上不會乾乾崩崩 其實我介紹這幾個洗鹽慕 都是還蠻好用的 只是你可以根據你的預算價格 還有你喜歡的那種泡沫質地去選擇 就是其實我都還蠻喜歡的啦 那這一瓶就是喜歡泡沫特濃的人可以選擇 再下一樣呢是倩碧的水磁場 72小時超循環保濕凝膠喔 大家應該對他們家水磁場系列不陌生吧 但是因為這個算是今年推出的本來是24小時 現在升級變成72小時 就是保濕力更加分 而且你看它其實今年才出 我已經把它用光光再上半點 你就知道我個人是還蠻喜歡這一罐的 那這罐呢我覺得其實還蠻適合在春夏的夜間使用的 它用完之後呢就是你是睡前最後一個步驟嘛 隔天起來你真的感覺肌膚上還是有那種水潤的感覺 那另外一種用法就是不知道有些人會不會是 跟我一樣就是卸完先卸妝然後再洗澡 然後再保養 那你中間這段過程中如果你的臉還是很容易乾的話 稍微輕輕地塗一層這個保濕凝膠 然後再洗完澡之後我再上保養 就是可以讓你在卸妝到保養這段過度 其中臉上還是有保濕效果的 那如果你說我想要更加強保濕的話 它其實也可以拿來後敷 後敷的話你隔天起來臉是會變成有一點點嫩嫩很好摸的感覺 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是秋冬的話 我覺得偏乾肌用這瓶它的保濕效果就不夠力 所以我會比較推薦大家在春夏的時候使用 OK再來下一個是碧兒泉的奇蹟活原精露屋 大家比較熟知的名稱應該是 搖搖奇蹟水藍色奇蹟水等等 這瓶其實我現在已經用到第三瓶 我第三瓶是新出的比較清爽臉的款式 那這瓶用起來真的會讓肌膚亮是有感的 可是呢我試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最後我覺得濕膚是最有感的 如果你今天只是擦拭或是輕拍 我覺得那個感受效果還好沒有那麼明顯 可是你只要濕膚啊大概連續敷一個禮拜 你就會覺得你的臉上是有那種變比較亮然後比較透的感覺 你們可以嘗試看看 那這瓶是他們之前出的 有些人會覺得它還是有點太滋潤了 那如果你是比較容易出油的肌膚 你不妨可以嘗試看看他們 今年有出一個是更清爽一點的款式 再來呢是這個Dior的再生花蜜圍倒精露 這瓶呢現在已經看不出來它的樣子了 但是你剛收到的時候你真的會幾乎說 它這是一個包裝非常非常漂亮 簡直就是媲美精品等級的保養品 那那時候我其實是收到Dior的合作 但是我很喜歡的時候就會把它全部用光光了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幫它下了一個標語 就是同時滿足視覺、嗅覺跟觸覺的保養精品 因為它包裝很美嘛 然後它聞起來呢其實它裡面加了一個東西叫做 鋼維拉玫瑰的膠囊 你們仔細看下面裡面還是有一點點那種一顆一顆的膠囊 這個我真的是用完轉了老半年轉不開 我不知道該怎麼樣把它用得很徹底 就是只能看著那個玫瑰膠囊這樣子一直看它 然後也擠不出來 那這瓶呢其實我是把它當作前導精華使用 因為它的質地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吸收 然後你在擦上去的時候 因為它那個小小的膠囊泡泡會根據你的膚紋就是 它會化開來 然後你就會聞到那種淡淡的玫瑰香味 很奢華很高級的味道 不是那種很廉價的那種香景氣沒有 非常的耗溫 但是呢它的單價真的不便宜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預算的話 你可以去靠櫃摸摸看試試看 看看你們喜不喜歡 接著下一位呢是 屏幕宣言的元氣十足亮膚保濕霜 這瓶也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產品 我在之前的妝前保養還有一些愛用品單元吧 都有分享過它 而且你看喔我愛它愛到 我那時候用完用到 你看這個瓶子有多乾淨 就是我真的是超級抹的超大力 然後把它全部用得很徹底用完這樣子 那它叫做亮膚保濕霜嘛 其實我覺得它會比較適合在白天使用 那這瓶呢因為它的質地是還蠻輕好吸收的 然後我使用這段期間也不會跟我的防曬 或者是底妝打架 所以我覺得它非常適合拿來當妝前的保濕霜 然後它裡面我現在還可以聞到 是有一點點柑橘味的 然後我記得沒有說 它好像也有添加咖啡因還是什麼 就是它會有醒膚的作用 所以我覺得對於你在白天有時候 你可能氣色比較不好 比較暗沉的時候 它會稍微有一點點提亮的效果 所以這瓶我之後應該還是會再回購 個人非常的喜歡 好再來還有這個路德青的深層眼唇卸妝衣 它是清爽無油配方的 那其實我用完我沒有什麼太強烈的印象 我覺得它就是一瓶很中規中矩的眼唇卸妝 用完不會特別想回購 但是也不會覺得說它很爛不好用 但是我自己私心還是比較喜歡妮薇雅的那瓶 所以這瓶就是用完就讓它支援回收去吧 再來是這個蘭蔻的快速眼唇卸妝衣 這瓶其實之前就非常非常的紅 然後我一直都很想用看看 反正總之我後來用了之後呢 它算是我專櫃最喜歡的一瓶眼唇卸妝 因為它叫做快速眼唇卸妝液 它的卸出力真的是有快速到 而且它一樣是那種油水 你就是使用前要這樣子搖一搖 可是它不會讓我覺得有油膩的感覺 然後一樣帶有蘭蔻他們家淡淡的那種玫瑰香氣 這瓶如果我今天預算夠的話 我會喜歡這一瓶蘭蔻的卸妝 然後它也不會熏眼 那如果你預算比較沒有那麼高的話 你就是我會選妮薇雅的眼唇卸妝 這兩瓶是我分別開架跟專櫃最喜歡的兩款眼唇卸妝液 接著呢是這個beautymaker的水魔力妝前保濕凝露 因為現在太陽有點大稍微會反攻 我這樣給你們看一下產品比較清楚 這瓶我之前就講過它算是開架的 呃...換顏凝露替代品 那它用起來就是非常單純保濕效果的妝前乳 所以如果你今天覺得你的粉底部貼妝 或者是你今天想要上的是 可能比較偏有點帶霧感 或者是比較持久型的底妝的話 你可以用這一個妝前乳來打底 它會有一點像一個水魔 然後貼在你的臉上 那讓你後續可以更貼妝 再來還有這個 Kiehl's的極高效清爽UV防護乳 這邊我覺得還蠻適合 就是平常會習慣使用專櫃防曬產品的人 然後它的價格我覺得算是 中間吧不會像到蘭蔻那麼貴 但是它相對是比較好入手一點點的 那你們可以趁著一些週年慶或是活動購入 然後它的成分我稍微查了一下 算是還蠻溫和的 然後有些皮膚科醫生也說它其實是可以使用 然後是有效的防曬乳 所以反正就是我用完了兩瓶 它也是算在我的愛用防曬名單之中 但是如果你想要找專櫃更評價的話呢 你可以選擇它RMK的UV防護乳 這樣給你們看清楚一下包裝 這瓶是我去年在週年慶無意間入手的產品 結果用了之後還蠻喜歡 因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清爽 雖然是我用過少數清爽度前幾名的防曬乳吧 那它的價格呢也更便宜 像這個50克才1100 剛剛Kiehl's的是30克要1400的樣子 而且我在週年慶入手 價格是一瓶不到千元就可以買得到 如果你是不喜歡帶有有感的防曬的話 這瓶清爽度絕對可以滿足很多人的需求 但是它是有添加酒精的 所以對酒精敏感的人不要使用 不過我自己是覺得 它的酒精味剛擦上去的時候會聞得到 可是其實它一下就揮發了 不會到太重 所以是不會影響我的使用感受的 然後有些人反應是它會跟底妝打架 但是我自己用下來我是覺得 沒有遇到太大跟底妝打架的問題 可能也跟我底妝產品使用習慣有關係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去靠櫃試用看看 然後再來是幾款就是已經介紹過非常多次 只要用完就會回購的產品 首先第一個是這個 Kiss Me的睫毛卸除液 用掉了兩支 這個就是如果你有用睫毛膏的習慣 或者是說你不想要有太多的眼部拉扯的話 你可以在卸眼唇之前先用這個刷在睫毛上 然後你再沾眼唇卸妝液 它就可以很好的很快速的去把你的睫毛膏卸除掉 所以這個已經是我卸妝不能沒有的產品了 然後再來是這個CAMMAKE的睫毛復活液 我會在夾完睫毛後燙睫毛之前使用 它對我來說重要就是可以保護我的睫毛 然後也有稍微一點點就是拉提睫毛的效果 那可以幫助我不要直接跟燙睫毛器高溫接觸 所以這個我也會持續購入 另外兩個分別就是大創的粉撲跟刷具清潔劑 那這個其實我就是有看到就會買 但是其實如果你平常在清潔美妝或刷具 用中性的清潔劑也都ok的 所以不用一定要買大創 像很多人推薦寶雅我之後就想去買看看 或者是用一般的中性洗劑就ok 最後呢是BOTANIS的洗潤髮系列 這個我買的是黑鈣的這個品質 它有分黑鈣跟白鈣 那這個它最主要的特色 它是90%以上的天然植物成分 然後其實在很多地方都賣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自己用起來的實用感受 我自己是很喜歡 第一個它的味道 第二個是它的那個這個潤髮的 不是潤髮啦 就算是護髮 它用完是真的你可以感覺到 頭髮是有真的變 髮質是會變好的感受 所以這個我自己用起來是非常喜歡 不過我這時候在做溫會有稍微查到 它去年有上一個新聞是 它好像裡面是其實有加細菱 然後成分標示上好像沒有 那麼的明確 然後後來它是全面下架 然後再把正確的成分標上去 就是這個我覺得是他們自己問題 就是應該要把正確的成分標示好 但是我還是把我實際的實用感受 拿出來跟你們做分享 希望他們之後可以按照正常的成分去標示 讓消費者清楚的知道自己使用的東西是什麼 好啦 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 2018上半年度的空空賞 希望你們可以看得非常的過癮 那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你們的空空賞有哪些 也許我有些還沒用過的話 我可能就會去買回來試用 然後跟大家做分享 那希望你們喜歡這次影片 別忘了幫我按一個喜歡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點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我記得按6個小時 的訂閱數字幕 還記得訂閱看 聽到這裡 HK HK K H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